詞曲 李宗盛 小時候 母親生下我不久 就去世了 來 乖 叫陳叔叔 陳叔叔 在我有記憶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父親身邊 跟著他 回家裡的小工廠 四處忙碌奔波 詞曲 李宗盛 誒 待會廠商的資料都準備好了嗎 是 董事長 都準備好了 在座上請過目 很好 人都走了 不要用狗腿 這老毛生算得狐狸 事事都算得精 不然怎麼治得住你這個不安分呢 你都不曉得 他最近大動作修改運運方向 部門成員個個都喊吃不消 不知道這老狐狸 要怎麼解決人權技術不足的問題 說到這個 我們人事部早就解決了 你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這就是你為什麼當不上老闆的原因 我不信 如果我當上老闆 我是娶你 在說什麼啦 你快跟我做這麼解決的啊 你知道小人體嗎 小人體 什麼怪名字啊 小型企業能力提升計畫 土豹 那是 爸 怎麼會來 經營工廠的負擔 有時也是壓到父親 我現在怎麼需要 喘不過氣 抱歉啦 不懂耶 我一定要說話給你啦 說話 我這段時間的孫子要做這個 你又懵懂的我 你來處理嘛 別對父親這樣委屈 實在不值 父親一個人扛起整個家 沒日沒夜的忙著 只有像這樣的小空檔 才能享受親自見的天論時光 就這樣 我的童年 在父親忙碌身影的陪伴中度過 請大家先看一下手上的資料 這是我們工廠目前可以提供的產能 這個產能不行啊 還要再加百分之三十 品質也不行 你們公司的O2C 全部都改成全檢啦 所以我們才可以查看 你自己的產能 是要做什麼 想來的 我感覺你自己的甜蜜 我們要做什麼 然後就去吃 就去吃 這次我小心 我小心 你看我看你啦 你這麼快一點啦 我喜歡你啦 高中時,我貪玩、叛逆、喜歡跟朋友一起鬼混 父親忙不過來時,也常常來攔截下課的我去幫忙 雖然千百個不耐煩 但念在父親辛苦,還是會幫忙父親 可是這樣,也漸漸讓我跟同才疏離 我又不是故意放鳥的,你也知道我爸那性子 爸爸喔,你幫我這麼滾變了 你就是好好回去做你的穿泳小老闆 忙碌卻看不到回報的工廠生活 同學間的排擠,讓我承受不住 那些什麼? 不管有沒有朋友,還是要給什麼? 你怎麼這麼滾事 工廠家要是要砸給你的 你這裡什麼都不來 我不來 你這個小朋友說不聽了 這什麼滾工廠? 我這裡不來接耶 你 做得不夠你更加喊 怎麼還要想起啊 全都做得不夠你也好 好 夠你處理了 小哥很快準備下一站 在大草之後 我們這對各自放不下身段的父子 關係徹底僵化 在大草之後 要不要去 你如果家裡就不要回來了 什麼老公 我才不會離開耶 我毅然決然的離開家 離開了我認為是束縛的親情 讀大學時 夫妻離家的我 感到一次愧疚 不想讓父親看笑話 所以我認真苦讀 我努力不懈地工作 就這樣過了幾年忙碌的生活 我已經不知道 該如何去面對父親了 看著父親 滿山的姿態 想起年輕氣盛的衝動 我幫你收 然後我好動 走嗎 感到虧欠他好多 好多 爸 今天一等會跟他吃炸藥 你說會比較重 你不要放在心裡 真不好意思 麻煩你了 但是 看著你 這個遊戲 我也覺得很安心 你到底是想什麼 怎麼會這樣走來 我也想光看這個機會 我們別的孩子 在做會打瓶 但是我知道了 我一定對我有點期待 我先回來 父親那天 落寞離開了被 那聲溫暖的問候 讓我明白 該回家了 來 去喝啊吃飯喔 告別喧囂的城市之後 我回到了家鄉 工廠還是像從前那樣樸實 那樣自在 爸 你真愛啊 你真愛啊 我開始打理工廠 正煩惱著如何提升 員工的技術能力 你知道小人體嗎 想起了小禎說到的 小型企業 能力提升計畫 無意間發現 父親再孤單的夜晚 寫下了對母親的思念 與對我的關愛 阿冠 是我孤父你的旗胎 不然你把孩子 留在身邊好好的照顧 讓他自己一個 在外面打拼 也不知道穿了 現在過得好還是不好 他的公司 現在就在你照片 是要賺這個機會 去看一看 我沒有嫁工 可以拿到拼拼 也沒有希望穿哪會完成我 只是要看他有吃好 睡好 這樣我就不滿足了 等我回來 才會幫你嚇破他 此刻 我完全明白 父親的期待 就是用盡一聲 也要留給我的愛 為了不辜負父親的期待 我參加了勞動力發展署 與家南分數的小難題計畫 來提升工廠的競爭力 透過專業的專員協助 與訓練單位接軌 並安排訓練課程 來上課時 一個熟悉的身影 坐在我的面前 好 好 這個送你 他要和我一起守護政府 這是什麼啊 這是我的寶貝 現在我是老闆了 然後說 當上老闆就要 好 我不記得你說什麼 走到上課 欸小春等等 等你公司不上軌道 再來守護我吧 感謝你 與我一起創造 一個美好的未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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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